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们是白色之声 我是白编 以下是柯文哲8月5日 至8月9日的一周事集 本周一 市长柯文哲亲自宣布 台北市祝你好运3.0版 正式上路 比起2.0版的祝你好运 3.0版 增加了让台北市2到3岁的孩子 可以由家长决定 是要托婴往上延伸 还是托幼往下延伸 托婴与托幼 是不一样的 托婴由社会局负责 托幼则由教育局负责 而现在托幼补助 已经向下延伸到 3.0版 3.0版将0到6岁孩童 会遇到的生育 养育 教育问题重新整理 柯文哲强调 孩子是城市的希望 国家的未来 而孩子的未来 不能只有一种选择 托婴 托幼 公幼 准公幼 大公托 小家园 都有不同的方案 希望孩子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 都有我们自己决定 而国家帮你养 也不再是梦想 本周三 柯文哲出席迪化207博物馆 升涉许可证书仪式 迪化207博物馆 是博物馆法通过后 第一个台北市公司协力的私人博物馆 只要是第一 都有它时代的意义 提升人民的素养 不只从教育着手 柯文哲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台北成为一个 无为强的博物馆 而在我们的文化素养成长的过程中 其中一项欠缺的元素 就是小型的博物馆 小型的美术馆 台北市从今往后 将会有更多的私人博物馆 私人美术馆 让整个台北市的文化 更加充实 大型的博物馆 记录传说 小的博物馆 记录记忆 而大大小小的家总 则成就属于台北的故事 本周四 清晨528分 台湾东部海域 发生规模6.0有感地震 北市震度达4级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 立即透过消防局通报各局处 启动紧急应变小组 并立即展开查报及救灾工作 一个半小时后 1999市民热线通报的案件 即15件 万华区分歧线路事故 等灾害 皆陆续修复 列车巡轨作业也及时完成 让首班车准时于6点发车 一场六级地震 台北市于两个小时内 全数处理完毕 并回报给市民 速度 决定力量 现代不再是大的打败小的 而是快的打败慢的 在此感谢所有消防台电捷运公司 及所有为地震付出辛劳的工作人员的努力 今日 立起码台风来袭 由于台风路径偏北 对北市影响降低 柯文哲于听取各局处报告后 决定继续工作 灾访工作会议结束后 柯文哲前往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在相关局处首长陪同下 步行至北流南基地文化馆前的 工区广场 实地视察工区整备状况 并特别看了一下 工区的相关抽水马达运作情形 对于同仁们 在台风天坚守岗位的辛劳 柯文哲也予以免威 本周 地震 台风 双重灾害 让台北市备受讨厌 所幸 没有重大伤亡 而所有意外 皆处理迅速 至今日80为止 消防局出动累计人数 达227人次 108车次 受理的灾情案件 有90件 停电20件 其他意外29件 再一次 感谢所有消防 台电 捷运公司 及所有为天灾付出 辛劳的工作人员的努力 也祝福大家 本周 平安顺利 以上是柯文哲 8月5日至8月8日的 一周四季 我是白编 在结束前 让我们 补缺 遗漏的 本周二 本周二 8月6日 是历史性的一课 台湾民众党 在蒋卫水先生 生日的这一天 柯文哲先生 生日的这一天 成立 虽然是工作日 但仍有上千位的民众 到场支持 当日 就有上千人入党 对他们而言 工作 生活 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捍卫台湾 相较于场外用仇恨博取 媒体版面的 抗议人士 我们选择 用爱 推动这一项 宁静革命 感谢当日 辛苦付出的 志工与工作同仁 而我们也相当荣幸 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们知道 敌人 将会对我们 用更大的力度 继续攻击 然而 自由之术 必须以爱国者的血 来灌溉 如果我们再不做 就再也没有人 愿意来做了 而当我们 对重要的事变的沉默 我们的人生 也将开始失去价值 也许 你和我一样 想为蓝绿恶斗的泥沼中 找出一片净土 你可以平静着 默默地支持我们 也可以选择 成为我们的一员 在这个党内 没有一人 需要为他的 价值认同而道歉 我们不知道会走多远 但我们会去做 如果 只会做着 谈自己的理想 永远都会被困在 梦想的牢笼 不要说做不到 要说 怎么做到 每一滴 希望声音的汇聚 终将成为 推动时代的洪流 这一次 让我们一起 用宁静革命 守护台湾 我是白鞭 以上是属于台湾民众党的 一周事集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某